骑着摩托车环游印度是什么样的体验 你们知道什么叫嘴巴皮子都说干了吗 来看看 这就是嘴巴皮子都说干了 我们来问问小姐姐怎么想的 我跟小姐姐聊到了她在印度的七星市 之前这个小姐姐是在印度买过一辆摩托车 多少钱两千 两千毫买了个手 两千毫的 那个摩托车还有保险的 还有保险 什么都有的 乖的保险 对啊有保险的 而且还没有过期我当时买的时候 不是我你不害怕吗 印度那个地方就是给人感觉会很乱呀 常规旅行的话其实没什么 骑摩托一定还是要注意些 你看你经常 你看你在国内骑摩托都要经过一些小村子小镇子 你在印度也一样啊 你经常经过一些不知名的小村子小镇子 他们他们都没有见过外国人的都不知道 那他们会对你们怎么样吗 有没有拦你们 有没有拦过就在路上拦过你们 或者是围着你们 围着肯定是每天都会都会被围的 你不害怕呀 还好习惯了就好 其实大部分人也没有什么恶意 就是好奇 你要让我去印度的话 说实话我是有点不敢的 背包旅行的话其实还好没什么 背包旅行还好 如果骑摩托的话肯定一个人的话 一个人的话还是有点危险的 真的是真的 你之前去是和从哥你们两个人去的 对啊 我一个人的话我肯定一直会背包 我不会骑摩托车 我想想我想想我就觉得挺危险的 在英国骑摩托车太难骑了到处是 你还骑过什么国家 就是东南亚南亚这些地方 除了中国就是印度 就是印度 然后其他的什么越南啊老挝啊 嗯 泰国啊 印度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是骑的自行车 哇你去过去过几次印度 两次啊第一次骑自行车第二次骑摩托车 厉害 我就是因为 我跟你说要不是疫情原因的话 我现在肯定在国外 对啊 因为东东南亚那边的冬天很舒服的 对待着很舒服 而且东南亚的物价比较低 我之前要是没有疫情的话 我现在肯定在中东 就非洲 中东 对啊 我之前一直就是想骑那条线 以后疫情结束了带我一起 好 我给你拉装备 你说我这个三轮能开到国外去吗 可以啊 它会不会坏 你会修车吗 我不会啊 那要是车坏了 车在国外坏了怎么办 一般来说没有很大的问题 你会一些小毛病处理就好了 大问题自己又出的不了进来 当然在印度式模特的时候 有很多的就每个一段落都是有起 有那个摩托车秀里边 你补个太阳的方便 我觉得要是去国外的话 如果自己一个人没有队友的话 就就有点很心虚 我不计我还不敢去 其实还好 我以后这两年不是因为疫情原因出不去吗 我等以后疫情结束了 我也想出去逛一逛 出去走一走 稍微会聊英语就行了 啊 稍微会聊英语就行了 没事了 我就会几句什么好 much thank you 然后 基本上没了 住店呀什么的都不会 这个没事了 没有问题 真的 小姐姐我们谈得非常愉快 然后呢 现在是决定了 决定了过几天一起去山南 林芝那边转一转 山南那边可以 关键是我有电热台 小姐姐比较心动 晚上 晚上睡觉不会不会冷了 然后我还有过碗瓢盆 全都有 对所以我觉得就 我就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对你不要不用带太多东西 你要就是带睡袋 带睡袋 带睡袋什么的就可以 帐篷的话 你想带的话 也可以带一个 反正空间也不大 我就问你 我的这些装备 是不是魔女界的天花板 必须的 真的真的 没有看过这么神的车 没有看过这么神的车 这么神的装备是吧 真的 最近准备了很多装备啊 因为两轮骑的太久了 骑两轮 带的东西太少了 在户外的可玩性 真的是太小了 玩的久了 就会觉得特别累 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 哎呀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很好玩 包括这个女媳妇姐 刚刚我们聊天 她也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在户外 你看吃也吃不到什么 带的装备少了 住的也不舒服 时间久了 人都会疲惫 我最近置办的这些装备 你们老说我有钱有钱 我其实觉得真正的旅行一定是要有质量的 我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弄那么多装备 其实我并不是什么有钱人 我家里也没有矿 都是靠做自媒体 在路上边走边玩 养活自己 真正的旅行一定是需要一定的品质 一定的质量的 这些装备虽然很贵 但是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体验感 能让我们户外的生活变得更丰富 体验感更好 这样我们才能长久的玩下去 一味的吃苦 一味的吃苦 苦到最后 哎呀 你停下来只会觉得停下来真香 你就不想再出来了 这几天还有几个快递没有到 我的电小二 就是我的移动电源 然后还有柴火炉 那些东西没有到 等这些装备到了 再大概过一个礼拜左右 我成都的行程码就会没有了 我的行程码就会全是拉萨的了 这样出发的话更放心啊 去别的地方 也不会让我做核酸呀什么的 过几天我就跟这个小姐姐 我们就一起出去玩了 终于有伴一起了 太好了